今天郭董早上的這篇貼文 很多人都解讀說他就是要選到自己的 您自己怎麼看這篇貼文 我覺得第一個 郭董的這個中心思想沒有改變 第一個就是他希望台海要遠離戰爭 祈求兩岸和平 這個是他第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想法他認為就是要政黨輪替 要要他認為要下架民進黨 這個這個是他很明確說出來的 第三個我想他就是會跟人民站在一起 讓國家發生改變 我讀一下就這個想法 他說民意大於黨 他說民意大於黨 我想任何 我想本來民意就是大於黨 這是基本的 所以說大家事實上都要一起努力 讓大家知道如果要下架民進黨 事實上需要所有在野政權的這個團結 所以我想有智慧的 我們有智慧的這個政黨 我們這些在野政黨的高層 還有有志改變國家的人都會一起努力 這個侯跟郭都會受邀到金門 會不會觸審他們兩個人就是談判 823 當然那個823對中華民國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個關心國家發展的人 尤其是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都要一起都可以一起到金門來 都一起來為國家發展發表出他們為台海對兩岸之間有怎麼樣的想法 我想823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也是一個很精美是一個很好的非常好的地點去發表各個候選人對兩岸和平的想法 對台海局勢未來的這個想法 那會不會讓侯市長勸郭台銘不要參選 我沒有能力勸誰要不要參選什麼 但是我相信不管侯市長也好或是郭董市長也好 都是一心為國家 希望今天侯市長也說了之後 就是希望這個台海和平 那當然包括柯市長大家都應該要一起來努力 你今天侯寒同台的話 侯寒同台有沒有辦法就是對台軍整合這部分是有辦法的 我覺得這一次要下架民進黨應該是說這一次要讓人民以後過好日子 應該不是就是只有國民黨或是民眾黨或是應該是 還有其他各個方面就是有百分之有六成的民意是支持這樣的 所以事實上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會支持郭董獨立參選嗎 我想郭董一定會做這個為國家最好的這個為改變國家做最好的決定 這次止吧 我們拜拜 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 我們來